要想弄明白整个唐朝的兴衰 故事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为什么说安息军是大唐最后的荣耀 满城近白发死步丢末刀 独抗五十载怎敢忘大唐 唐朝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界 前137年本部上升 后152年虽然经历了三次中兴 但依旧无法回到巅峰 逐渐走向末路 历经21日皇帝 享国289年 唐朝的起点是公元617年 唐国公李渊与晋阳起兵 推翻了自家表弟杨广所统治的隋朝 与第二年火速称帝建立唐朝 称帝后 李渊命其子李世民等人统兵 击败了冷息的李鬼 消灭了西秦的薛举父子 拳打刘武周 宋金刚 脚踢下王窦建德 破降洛阳王世充之后 又平定了各地的农民起义 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 公元626年 雪武门之变爆发 李渊被迫传位于李世民 退称太上皇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 队内虚心纳贱 与民休养生息 开创了贞观之志 对外开疆拓土 设立安息寺镇 获得天克汗的尊号 奠定了唐朝后期一百多年的盛世基础 但这时 唐朝出现了第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女人 她就是武赵 唐太宗去世之后 太子李治不仅接收了他的江山 还接手了他的才人五妹娘 政治上 李治继续执行唐太宗制定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 百姓富安颇有贞观之一风 故史称永辉之志 公元657年 唐高宗李治先后灭了西突厥 百计高沟黎 打造出了唐朝历史上最大的版图 东西朝鲜半岛西阔贤海 北包贝加尔湖 南至越南中部 此盛况持续了长达三十二年 但从唐高宗去世之后 皇太后武则天 便先后拥立了自己的三儿子李贤 和四儿子李诞为帝 垂帘听政 把控着唐朝大权 公元690年 李诞迫于刑事 只好上表请母后称帝 并请求四五姓 自此武则天称帝 改国号为周 后来 神龙政变爆发 武则天才被逼将皇位再次还给了李家 此时 老四李诞 推辞掉了皇位和皇太帝的策封 老三李贤再次登基称帝 历史上 李诞一共两级地位 三让天下 公元710年 唐中宗李贤驾崩 第二个寄予李家江山的女人出现了 伟皇后 拥立了温王李重茂为帝 欲效法武则天 篡夺唐氏江山 这时 李诞再次站了出来 他的三儿子李隆基 打着朱朱为以附设计 立向王以安天下的旗号 抢先发动兵变 杀死伟皇后 及其党羽 李诞第二次登基称帝 可此时 太平公主 却倚仗李诞的信任 在朝中 培植了庞大的势力 七位宰相 有五人出自他的门下 他还公然提出 要废掉皇帝 太子李隆基 为了夺回皇帝应有的权利 抢先发动了先天政变 四死了太平公主 至此 掌握了全部朝政 这个李隆基 可能是前半生 花光了所有的运气 在开创了唐朝的 即胜之势 开元盛世之后 人生就开始直转而下 逐渐怠慢朝政 宠信奸臣 李林府 杨国中 迷恋杨贵妃 最终 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为唐朝 由胜转衰 埋下了伏笔 这个安史之乱 简单点来说 就是当时的唐朝小人当道 一个出生在西域 叫安禄山的马屁精 和他的发小史思明 通过贿赂李林府 这样的奸臣 做了管控地方 精锐部队的节度使 后来 干脆直接认了 比自己小十六岁的 杨贵妃为干妈 竭尽自己所能 讨好杨贵妃 朝廷和后宫 都有人的安禄山 一下成了唐玄宗 眼前的大红人 直接掌管了平庐 范阳和河东三个地方的节度使 这手握重兵之后的安禄山 就开始想得到更大的权力 于是 在公元755年 安禄山 以诛沙宰相 杨国中为名 悍然发动了安史之乱 一路势如破竹 攻破两京 建立了伟燕政权 因为发动这场叛乱的指挥官 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为主 所以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 也让唐朝的第八位皇帝 唐素宗李亨 成为了第一个 在京师以外登基的皇帝 公元757年 郭子怡与李光碧等将领 讨伐安史叛军 收复长安与洛阳 经过八年的斗争 终于在唐代宗礼遇时期 停定了叛乱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使唐朝损失了 三十万的精锐部队 人口大量丧失 东有藩镇割据 西有吐蕃侵扰 北有回合勒索 经济重心难移 边疆不稳 自此唐朝元气大伤 由胜转衰 由于讨伐安史叛军的需要 西部军队主力被撤回 吐蕃曾承虚深入内地 大举公堂 一度将长安洗劫一空 好在唐朝的第十位皇帝 唐德宗李氏 和第十二位皇帝 唐宪宗李纯 比较能干 联合回合南兆 打击吐蕃 严禁宦官干政 至公元八百一十九年 收复了资清十二周 结束了自唐代宗以来 翻阵跋扈的局面 开创了原和中兴 使唐朝在安史之乱后 得到了第一次回血 但唐县宗晚年 民信方氏求长生 最终被宦官害死 唐朝后继无人 唐牧宗李恒 唐县宗李战 唐文宗李昂 均昏庸无能 致使得和硕三镇再度叛乱 唐朝国力继续衰落 直到公元八百四十年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 唐武宗李延登基后 以众宰相李德玉 澄清史智 大力发展经济 削弱宦官 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势力 击败回湖 保卫了北疆的安定 使唐朝一度呈现出 中兴的局面 史称会昌中兴 唐朝获得了第二次回血 只可惜唐武宗 长期服食长生丹药 年仅三十三岁 便英年早逝 膝下无子 唐武宗死后 唐宣宗李臣 在宦官的拥立下 登基称帝 继位后 唐宣宗对内 勤于正式 整顿使治 为死于甘露之变中的 百官昭雪 对外击败吐蕃 安定塞北 平定安南 并接纳了 归唐的和黄 设置归义军 使唐朝得到了第三次回血 可天意弄人 这个唐宣宗 同样因长期服用 长生药而中毒死亡 此后 唐朝的四位皇帝 虽苦苦挣扎 可衰败的局势 已经不可逆转 公元878年 爆发的皇朝起义 彻底破坏了 唐朝统治的根基 公元907年 藩镇将领 朱温窜堂 唐朝覆灭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